野生器械千千万 凡夫这里占一半 这漆刷到的帖子绝对又又又掏上了 小伙在树林中寻找半天 才找到了这台人们口中所说的荒废平地机 这是一台Balanty 500平地机 拥有这台平地机的老人在2007年得了癌症趋势 因此这台Balanty 500便再也没有移动过 便在这树林中开启了长达17年的荒废 现在这台Balanty 500平地机的拥有权 在老人的女儿手中 由于女儿不想让其在这片林子中 变成一文不值的废铁 所以请来小伙看能否让其恢复活种 只见平地机的前轮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中 无人打理已经塌了下去 后面的几个轮子情况要好上很多 里面还有足够的胎压 接着小伙又准备检查机舱状况 走近一看 机舱内保存得极为完好 完全不像是荒废了十几年的样子 但机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没有蓬布的保护 又身处在这潮湿的环境之中 使得整个机身都生满了锈迹 大致检查一番后 小伙拿出电锯将周围长出的树干清除掉 方便一会好对其进行维修 很快就在平地机周围清理出了一片区域出来 但小伙害怕启动时溜车 特意将前后轮长出的树干保留了下来 毕竟停放了17年之久 谁知道启动时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可控因素 接下来小伙就开始着手进行检修了 小伙在来之前也做了准备 带了一个燃油滤芯过来 却没想到机舱内有两个老旧的燃油滤芯 于是小伙只能选择拆下其中一个进行更换 在安装新的滤芯前 还需将新滤芯内加满燃油 这样就确保滤芯内部的空隙被充分填满 避免空气进入滤芯 影响其正常工作 同时灌满柴油还可以使更换后的滤芯 更容易启动 提高发动机启动的成功率 随后小伙又将机舱内的粮油尺拔出检查 从尺间黑色的油渍不难看出 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不算一步 随即小伙拿出扳手准备检查燃油箱状况 然而当打开后却发现 燃油箱内早已干涸 只能无奈将其拧回 接着小伙又准备检查空气过滤器 将盖子取下后 能看见里面的空气过滤器成色机甲 这对于小伙而言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了 随后就来到了电瓶箱的位置 此时的电瓶卡子早已被人损坏 只能在后期尝试续接了 统计出平地机缺失的信息后 小伙立即找到燃油加入油箱内 毕竟要想让这沉睡的大家伙苏醒过来 燃油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小伙也是豪迈地加了足足三大桶燃油进去 总计加入了15加轮 接着又转头检查这台 Balanty 500平地机的液压油 这里小伙费了一番功夫 才总算是将液压油箱盖给拆了下来 经过检查发现里面 还有充足的液压油存在 才将盖子给重新装了回去 现在就只差电瓶还未连接了 小伙拿出全新的电瓶卡子 就开始续接在断开的电缆线上 将电瓶卡子装上后 小伙立即将其固定在电瓶极柱上 做完这一切的前期工作后 小伙来到驾驶室准备尝试启动 然而机舱内的发动机 却没有给出丝毫回应 不死心的小伙一连尝试了几年 还是没能听见机舱内有任何复苏的声音 小伙只能跳下平地机 开始检查机舱内的线数 并将为数不多的几根线数进行了重建 随后才再次回到驾驶室 当再次尝试启动时 机舱内总算是有了 可机舱内的发动机能运转 就是无法成功启动起来 小伙只能将启动液喷入进气口内 才再次回到驾驶室引动启动钥匙 下一秒机舱内的发动机总算是启动了起来 但也只有短短的几秒钟而已 眼见此方法有效 小伙又给进气口内喷入了足够的启动液 才再次回到驾驶室 可机舱内的发动机还是如前面一样 只能短暂的起 无法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另外在这短短的两次启动中 平地机老化的液压软管直接炸裂损坏了 源源不断的液压油泄露了出来 为了能更轻松更换断裂的液压管道 小伙准备将液压油排放出一些 当取下盖子的一瞬间 里面存机的液压油直接泼在出来 这样的排放方式可谓极为减压 看完后绝对让你上厕所都舒畅不少 排放出大量的液压油后 小伙才赶紧将盖子给拧回去 这也完全将小伙的计划打乱了 一是没有带来需要更换的液压管 二是没有带来所补充的液压油 小伙只能草草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小伙再次来到此地 另外在昨天启动时 小伙发现燃油泵有些许故障 于是将其拆下 带回家将燃油泵检修了一番 检修后的燃油泵已能正常使用了 小伙赶紧将检修后的燃油泵装回了机舱 将燃油泵装上后 小伙立即开始了再次启动 手中的启动液源源不断地噴入进气桶 机舱上的排气管也冒出了丝丝烟雾 可得到的结果却与昨天启动时相似 只能短暂地启动运行 不过小伙却是丝毫不慌 并表示只要发动机能启动 它就有办法让其稳定运行 随后小伙将断开的液压管进行了更换 另外还将带来的液压油 统统加入了液压油箱内 做完这一切后 小伙再次拧动了启动钥匙 机舱内的发动机总算是有的好准 这次运转的时长明显增加了不少 于是小伙再接再力尝试 下一秒 总算是将机舱内的发动机给启动了起 小伙也是眼机手快立马开始扁 让得发动机彻底稳定了下来 并且随着油门的增加 顶部的冲天排气管也是冒出了浓浓烟雾 发动机也发出了疯狂的咆哮声 仿佛要将空气撕裂一把 这才是内燃机真正的魅力 那么这台Valentia 500屏蔽机的修复 到此结束 铁子们对这样一台Valentia 500屏蔽机 有啥见解 可在评论区留言团队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